哎 这是什么 老师你好 你好 你好 老师好 我叫林熙川 是一位高铁绝缘技术研发工程师 好厉害 服务高铁的 对 绝缘技术是指的什么高铁上的 给什么绝缘 对对对 我们的高铁是通过电力保持它的运行 牵引电机就是把电能转化成旋转的动能 维持它的高速运行 我们可以简单地把它理解成为我们高铁的发动机 高铁的心脏是不是 都靠它来牵引 那绝缘材料是不是在这里面 对 我们的绝缘材料会包在我们的高铁电机的线圈上 制造这样的牵引机它的难点在 我们的高铁车载空间是有限的 就要求我们的牵引电机和牵引变压器 它的体积要小 但是要发挥大功率 这样的话它的热负荷就会很高 我能听懂的话就是容易烫 对 何止是烫 同时呢 我们的牵引变压器还承载了铁路公网的两万五千伏的高压 两万五千伏 两万五千伏 所以说呢 我们的制造难点之一 就是要找到一种突出耐电强度 耐高温 而且防火阻燃的绝缘材料 那咱们肯定是找着这种材料了 是什么材料呢 这就是我们的方轮纸 用纸啊 纸 这能绝缘吗 这不就燃烧起来了吗 用纸绝缘 纸不是毅燃材料吗 关于这个方轮纸的特性 我想请我们的造纸专家 李勇老师 给各位老师介绍 各位老师好 我叫李勇 是一名方轮纸的研发工程师 大家刚刚看到的方轮纸 它是用于轨道交通 航空航天 新的员等领域的一个高性能的纸机材料 那都是尖端科技哦 对对对 哇 这么小小一个纸服务尖端高科技 那我们现在通过两个实验 来直观感受一下我们方轮纸的特性 我们要点这个吗 对 别着急 点之前我们先分清楚一下 看俩谁是谁呀 我觉得一点变值 到时候我们来猜一下什么时候 来 好 来 三 二 一 都烧起来了 哎呀 我这怎么烧 这是方轮纸 对 就像刚刚大家看到的A4纸 马上就会烧完 但是我们的方轮纸 离开火焰以后 它会自动熄灭 这是它的材料特性所决定的 烧不着 火停它急停 对 对 方轮纸和非物质遗产 有什么关系呢 这座方轮纸 同样运用的菜能骨法 造纸记忆中的失潮法 失潮法 哦